全宇宙的玩家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Jason的植物園 在上一集的影片當中 Jason有示範了 如何從食物蘭的開花珠當中 將高牙截取下來 今天我們就來示範 如何將我們剪下來的高牙 貼在食物蘭的板子系統上面 在食物蘭的培植過程當中 有許多朋友們會選擇用蛇木板 來做繁殖 選擇蛇木板會有一個風險 在水分善失上面 會不利於新手去做水分的評估 我們要來向大家分享以及教學 如何將高牙珠 板子在山木板上面的一個方式 為什麼我們選擇山木板 而不是用一般傳統的蛇木板 在這兩種板材當中 有不一樣的特性 首先我們來聊聊山木板 由於山木板它有一個吸水的特性 即便你的磕深太過於乾燥 木板它還是會釋放一些微微的水分 來維持你的磕深 避免它過度乾燥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在板子 石湖蘭的過程當中 需要做一些什麼樣的準備 現在在畫面上面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板子石湖蘭的程序當中 所需要的材料 第一個是我們準備了潮濕的水草 那這個水草的選用上面 盡可能去選擇自立水草 它的質地相對綿密 然後再來比較不容易酸化 此外在長年限的使用過程當中 比較不容易腐敗 我們精選的高牙珠 事先填充好的肥料板 圖丁、山木板 高牙珠的部分 必須要先看一下葉片它是有相關性 盡可能的將葉片的相關面要潮上 潮濕的水草 然後將根系做一些包覆 各位你要注意喔 如果你在剪高牙的過程當中 不要去剪太淋淨於你的磕深 前後至少有兩至三個節點 這樣有助於它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水分比較不容易善食 這一個乾燥的金桿裡面 它還是有一些微量的養分在裡面 在貼綁的過程當中 接下來的幾週啊 食物狼會呈現一個比較靜止成長的狀態 它唯一的養分就是靠這些金桿 來取得 選擇一些鐵絲 這些鐵絲將它固定上去 現在已經先固定好一個部分了 斜斜的將它綁上來 然後將它鎖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側 我們採交叉的形式 如此的固定方式可以確保 未來它在戶外 做長年線的養殖 也不會因為你的固定不周全而鬆脫 已經將肥料包給固定上來了 在底下以圖釘的方式來做固定 這樣的磕深就會非常非常的美觀 而且賞心悅目 以上就是Jason為各位示範了食物狼綁植的作業程序 所有的玩家朋友們最關心的一個議題就是 食物狼在日常養護的過程當中 肥料的施給方式 究竟如何拿捏 必須要有一個節氣的觀念 分為春夏秋冬 大致上可以使用一個口訣 春天呢 重於開根 夏天呢 重於磕深的養護 秋天 重於換肥 冬天 重於節省 所謂春天開根就是 到了3、5月 這個過程當中 食物狼會陸陸續續出了非常多的高芽 即使在 板子系統 或是吊掛系統上面 來到了春季的時候呢 它會 自然而然的 出了非常多的高芽 在肥料的施給上面 盡可能就是 彈琳甲的均衡肥 促進 吊掛板子系統的 植株生長 接著呢 會建議各位使用 花寶二號這一個系列 花寶二號基本上它是 彈琳甲的均衡配方 由於我們的板子系統上面啊 都還是有放一些基礎的磨肥 平日啊 如果你沒有開根肥 你也可以 仰賴這一種 基礎肥料 作為一個日常肥料養護的施給動作 夏天由於 太陽曝曬比較嚴重 所以你要不時的去 注意一下 在板子吊掛系統上面的水長 不要讓它太乾 但是也不要非常的濕 如果你的 栽子環境屬於比較 常曝曬的場所 盡可能去設置一些黑網 來遮蔽一些 強紫外光對葉片來造成曝曬 秋天呢就來到食物欄啊 花牙非常旺盛的時候 當來花牙的季節 這段期間 你盡可能可以使用一些 促進開花的一些肥料 比如花寶系列 它有 上市的一些 開花肥 每周撕給一次就可以的 至於撕給的量啊 大概就是 一CC的肥料 配 1000CC的清水 混合之後 然後 噴灑在這一個板子的水草上面 來到了冬季之後啊 就是石湖南開花的季節 當石湖南花牙來的時候 記住要把肥料全部都移除 因為這個時候啊 在金桿上面全部都是花包 過多的肥料 過多的 開花肥 對它的花牙出芽 會不利 盡可能就是維持 科針的乾燥 然後靜帶花牙發育完整之後 接著我們就可以來賞花 以上呢 就是今天啊 傑森為大家準備的 石湖南 板子作業的程序 希望大家會喜歡 在影片的下方呢 傑森會提供一個連結 歡迎大家 進來欣賞 這個季節 石湖南綻放了一些 精彩畫面 接下來呢 植物園會推出第6集的 石湖南日常養護 如何澆水 在澆水過程當中 又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歡迎所有朋友們 繼續追蹤 傑森的植物園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 請回到這邊 請回到這邊